针对网络上流传的王大志前妻 指董捷介入其婚姻相关内容 1月31日 董捷工作室发表声明 称不识文章的发表及肆意转载 引发大量不明真相的网络用户 对董捷的恶意指责 董捷因此受到来自各方的误解 声誉受到贬损 声明中称相关文章从标题到内容 系恶意捏造之谣言 本工作室敦促所有转载者 即刻删册相关不实言论 而针对此次恶意诽谤 董捷方表示坚决通过法律途径 捍卫合法权益 1月31日 疑似演员王大志妻子戴璐 发表一篇长微博 指责董捷引王大志在先 怀孕之后逼婚不成 去日本打胎 很多网友看完之后表示一脸懵 同时很快就有神通广大的网友出来打脸 称这个账号不是王大志前妻的账号 而此声明一发出 网友纷纷评论表示支持维权 支持维权一定要告到底 抵制谣言一告到底 感谢观看